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事实上我感觉就是个阴天 不过这种天气 我跟你们说拍肉肉是最真实的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 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拍肉肉 像前几天拍出来的肉肉 就觉得特别的刺眼 因为阳光实在是太强了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 你看 其实对于我们拍摄来说 就是特别真实的色彩 我现在给你们拍的是 你们看 我的这一大颗子乐景 我是从云南的一个大棚主那里收的 跟那个大棚主比较熟悉嘛 他自己培育了好久的 他强烈地安利我把这颗给收掉 好 这颗已经种了有一段时间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浮盆的状况啊 这一大盆子乐景 我当时卸掉了好多叶子 因为这个头实在是太重了 我收到的时候还断了两个很大的头 子乐这个品种本身就是比较好养的品种 加上这段时间呢 天气比较好 它其实应该已经浮盆了 因为我摸它底下的这个叶片都是挺阴挺的 我看一下 然后慢慢地也有一些小叶片生长的迹象 其实还有一个特征就是 如果热肉开始浮盆了 那它里面底层的叶片会消耗很多 这两天被我也摘掉了很多 如果你们发现底层的叶片在大量地消耗 然后萎缩的话 其实就说明它底下的根系 已经在开始生长了 你们看我这个底下好多好多的 这个子乐景的头啊 密密麻麻的 这边这个全颈的头 之前有小伙伴说就是头太大太重了 其实我也已经卸掉了好多叶片 你们看这个叶片是在消耗的 还没有消耗完 所以我就没有摘掉 杆子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这个 你们看这个子乐景的 抱着这个小牙是不是很可爱 这个头上的这个小牙颜色特别好看 是那种淡淡的鸡油黄 但不是全颈 颈比较多的那种 像这种就是类似全颈的 你们看这整个的一颗各种各样的颈 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边是断掉的头 断掉的头我每天都在看这个上面 有没有发小牙 暂时还没有发现有发小牙的迹象 这个底下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底下是我自己培育的子乐景 是我之前的 你们看这个是叶叉的 一共是六片叶片 然后是出来三个苗 还有另外的三片就废掉了 对吧 这个里面还有消耗的叶片 我看到这种叶子就很想把它摘掉了 这边还有一个 但你们看一下啊 这边还有我的叶叉的 在这里 挺大的了 已经长根了 我已经拔不出来了 这个叶片已经全消耗掉了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自己叶叉的 这个小牙在这里 一共三的呢 哇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 也是我自己的叶叉的 子乐景的叶片 然后叶叉出来的 还都是带景的 它跟那个就是美性景不一样 那个美性景叶叉出来的 有很多都是普通的美性 都是不带景的 反主的 但子乐景我查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带景的 这个是我的一大颗子乐景 你们瞧一下 这个盆也很好看 我今天下午又到无锡去办事 所以我今天拍的会有点早 拍完了以后吃个中饭 我就要去无锡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最近种的一些肉肉啊 我们看一下它们 有没有浮盆 有没有长根 这个一大颗 你们看好多好多头的 变化大吧 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昂斯诺 这个是昂斯诺的 特别多的头的这样的颈 然后是一个手捧裙 这颗它本身是嫁接的嘛 然后底下是没有根的 把嫁接的砍掉了以后 底下好碗大的疤 有这么大 有硬币这么大的一个疤 然后底下一点根都没有 现在已经开始长根了 因为我前两天 我拔开来看过 我现在不拔了 这个底下它已经长了一个须根了 在下面 我也是按照大鹏主教我的方法 像这种完全没有根的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土的上面 还要土多一点 颗粒稍微少一点 比我们平时种肉肉的颗粒含量要少一点 我这个里面大概是百分之 五十到六十的颗粒吧 然后呢 平时浇水的时候就溜边浇 不要直接浇到这个底下 不然的话怕它会烂掉 那它果然很快就长根了 现在这个叶片开始慢慢慢慢地饱满 恢复生机了 我之前刚买回来的时候 你们可以翻看之前的视频 它整个就是真的是皱得像卫生纸一样 一点水分都没有 很干很干的 那这颗上面真的是全是带紧的头好多 现在浮盆了以后 比我当初想的还要多 因为当时全皱在一起 你就不觉得 现在觉得这个头好多 来 这颗昂斯诺 这颗昂斯诺不存在浮不浮盆 但是它是新来的 我就是连盆端回来的 从当地大棚端回来的 回来以后胖的 比在大棚里面生活条件好了 长胖的 然后还上了一点颜色 有点淡淡的粉色的 对吧 我的这个是鲁氏 也就是安娜玫瑰 我这个鲁氏养了好几年了 然后一到夏天 我本来是放在城路养去的 一到夏天 叶片全都没了光感的 然后这些全是过了夏天以后 全是爆出来的 你看到没 我平时很少拍给你们看 因为我觉得不好看 没颜色 叶片也很大很长 但是它真的很爱爆仔 底下的仔 密密麻麻的 好吓人的 我今天这样的阴天拍拍 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看 这个是我的命运多船的 可怜巴巴的鲁氏十连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底下的这个 这我的小拉糖 长了好多叶子出来 好不好看 这个是我的小拉糖 颜色还很好看 这个也养了好几年了 时间挺久的了 全是小包子 挺可爱的吧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 这个也是从大棚里端回来的 也是昂斯诺的手棚 眼见着长胖了吧 这个盆都已经撑满了 原来在那个大棚里的时候 被虐得好瘦啊 现在也上颜色了 是吧 也饱满了 其实这个东西 控嘛 也不要控得太厉害 控得太厉害 就觉得瘦巴巴的 营养不良的样子 还是回来了以后好看 今天的天气真舒服 待在院子里也不觉得热 那我们应该也很舒服 来你们看这盆 这盆昂斯诺也是我刚种的 已经开始在消耗叶片了 然后你们看到这样 大量的消耗叶片 这个底下的 它就是在长根 现在这个天气 浮盆是很快的 温度也适宜 你看这个是我的昂斯诺的小树 这个我很喜欢 结果收到的时候 其实被断成了三份 对吧 我后面还拿那个小棍子撑着的 记得的吧 不要动它 让它慢慢地浮盆 已经在浮盆当中了 看到消耗叶片了 我就开心了 然后这边的呢 这边是我的昂斯诺锦 这两颗是刚种的 那么都在消耗叶片的 从底层开始 慢慢地变黄 然后慢慢地变干 这种干得越多 消耗得越厉害 证明它底下根系长得越好 你看这个底下 才种几天都消耗掉了 这个是我的昂斯诺锦 我的拼盆 这边还有一盆 这边还有一盆 这个是我好喜欢的 我给你们说 我好喜欢这个带锦的头 这个颜色好好看 这个黄 跟其他的黄都不一样 它这个是一个特殊的黄锦 卖家卖给我的时候 这个是他自己私藏的 他就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锦 让我好好的养 这边是全锦的 这个是白锦 你们看白锦上的状态 就是那种粉粉的心 好好看 是不是颜色很漂亮 这个是富伏仑景 这个是富仑景 白富仑景 你们看看我的本巴迪斯 现在颜色也很好看 这个背后的棱线都出来了 整个上的是那种粉色的状态 今天的光线好吧 大家都可以像这种 不是很暗的阴天 或者是多云的天气 出来拍肉肉 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是我的小盆的 可爱玫瑰 可爱玫瑰好喜欢抱仔 我那盆大的抱了好多的仔 空的时候拍给你们看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珠沙质最近褪色了 没有前几天拍给你们的时候 红了对吧 但是它的叶层很丰富 然后包的也很好 看到没 这边这个带紧的珠沙质 怎么长得不圆呢 这个叶片不够啊 你给我过去点 让点位置 让点位置给我们 还有你们特别喜欢的这个 好多人都说 我这个粉蓝鸟是什么样的 怎么颜色这么好看啊 我都不管它的 它自己长成这个样子的 跟我的水平无关 它自己就长着长着 就变成这么好看的颜色了 都已经养了两年多了 这一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 那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今天下午还有事 我赶快去吃饭了 下午还要去办事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咯